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以东北中央硬化性的脑根石为主 但是山沙地区是一个比较例外的地方 我们通过近三十多年的一个调查发现 在湖南地区出血性的脑血管病的比例 要接近于所有脑株中的百分之五十左右 或者是百分之四十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组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eam 前方 connecti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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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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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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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追击动脉 追动脉的一个血酸形成 我们前面的这个解剖 复习里面都谈到了 就是追动脉在 颅内档的三分之一 上三分之一发出的一个血管 叫做小脑后下动脉 如果是小脑后下动脉的皮色 可以去一些的 引起野水和小脑的一个梗色 我们这是一个 这是野水的 冰造车的野水 冰造车的小脑半球的一个损害 那么它的点型的临床表现 有以下几个方面 恶心 血云 眼球增刹 也就是增刹 交叉性的感觉障碍 主要是同车的上叉急速和 对车的急速处的损害 就是冰造车的面部的感觉障碍 冰造对车的肢体的感觉障碍 冰造同车可以去一些交感的损害 就是去一些霍脑式症 野烈别车 眼球内线 冰造车灭不不出汗 可以去一些吞烟困扰的生意施氧 就是所谓的后足颅神经 审害的这些灵状表现 舌烟 迷走 护神经和舌下人经的审害 它可以是外周性的 可以是核心的 核心的审害 那么也可以是野水以上的 可以前面我们讲到的 增强求麻痹 都可以去写 增强求麻痹 冰造同车的 小脑性的攻击食疗 攻击运动的障碍 那么第三个就是 基地动脉的血伤行人 那么基地动脉的血伤行人的话 在脑桥里面 有一个短血质 基地动脉的短血质的一个臂色 出现的是一个 密克尔布拉斯综合症 刚才讲了 就是表现的是 并遭的 同车的面神经和 外转人间的审害 这就是脑桥的外侧面 脑桥的表面 表面 冰造对侧的 肢体的中确性的瘫痪 靠中线结构的 就是旁正中置的B车 除了上面的这些 结构的审划以外 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 和解性的业绩麻痹 就是两眼不能向 并遭东侧 同向运动 并遭的 同侧 同向运动 还并遭 彻底 面人间和 外转人间的麻痹 对侧 肢体的瘫痪 那么靠中学的叫做 发布来的中学症 靠外转的 是叫做 Mirred carburized中学症 B车中学症 那么B车中学症 是由于老桥的 基底部的 双向的B车 双向的B车 那么它累积到的 一个结构 我们看到 这个老桥的 老桥的基底部 双向都发生了B车 那么B车中学症 由于它的脑干 它的网上结构 没有受累 万者的意思是清楚的 磷症表现为 双策的面谈 求麻痹 四次瘫痪 不能够讲话 但是 病人能够 正业 毕业 正业毕业 通过正业和毕业 眼球的随时的运动 来表达它的意愿 比如说 这个病人 你能够听到我的话 那么就要他毕业 他能够毕业 意思是清楚的 通过眼球 正业和毕业眼球的 随时运动 来表达它的意愿 来表达它的意愿 那么由于基地动脉结 这个部位的血管 发生了病别 那么它出现了一个 磷症的综合征 叫做 基地动脉结综合征 基地动脉结综合征 是 上个世纪 80年代离出来的一个新的一个概念 那么这些病别的血管 就包括了双侧的大脑后动脉 供应脑干的一部分的一个血液 所以它省上的部位 就包括了海马的内侧面 包括双侧的整液 包括了小脑的一部分 小脑上动脑 小脑后动脑 那么它的这个供应的血液 是靠这样一个区域的血管来供血 所以它出现的磷症表现 表现为眼球的运动障碍 瞳孔的异常 脚型和行为的异常 往往容易合并有意识障碍 有记忆力的双死 对策的偏盲和皮脂盲 少数病人可能出现 大脑脚的弯久 那么在CT和死工症 所以我们对于基地动脑结重合症 在影像瘦上面 都有一些特殊的改变 关闭影像瘦 就可以争端一个基地动脑结重合症 双侧的丘脑 双侧的整液 液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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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脑 这样一个广发的一个区域 发生了一个根死的话 我们就可以确诊一个 基地动脑结重合症的一个影像瘦的一个改变 小脑跟死 供应小脑半球的血液包括了小脑后下动脑 小脑上动脑 小脑下动脑 这三次血管 它的临状表现 因为小脑是一个精细动作 平衡功能 那么它主这个聚管感觉障碍 主要表现为血运 恶心 呕吐 那么它的客观感觉障碍 表现一个走路不稳 液球的侦察和攻击运动的障碍 一些精细运动的障碍 精细运动的障碍 复苏检查 对于动脑中央N化性的脑梗实力 这些在常规检查里面 生化检查里面 包括了血常规 包括了血团 血脂 甚至于有血测性的 做一些高同性半光丸酸 就是同性半光丸酸的检测 抗凝脂抗体的检查 那么将对于年轻人的一个中风 尤其是有家属史的 要看它是否有抗凝脂抗体的阳性 那么第二个就是CT的检查 一般来讲 在手血里检查是CT检查 那么CT检查 在24小时以内 很少有出现一个缺血性的改变 那么做CT的目的 是来排除它的出血 排除它的出血 那么如果是CT一旦 没有发现有出血 怀疑一个完全性注重 做了CT以后 不一定要做始终症 就可以进行溶酸治疗 这里我们有讲到治疗的问题 那么现在有一些 更好的一些方法 就是在机灸车里面 有一些移动式的CT 机灸车里面 那么这样就能够节省时间 做了CT做了相性的检查 是一个完全注重 在机灸车里面 就可以进行溶酸治疗 所以我们相要愈地了解一下 越来越好 在急诊室马上要装一台CT 你来到急诊病人 我就在CT室里面 就可以完成这个CT检查 那么主要是针对这些 一些急诊的一些病例 急诊的一些病例 所谓的我们这个 绿色通道里面 就强调到CT检查的 这个24小时 要进行CT检查 时空证 能够发现一些早期的一些病灶 早期的病灶 尤其是我们做溶酸治疗的时候 就是这样 如果是这个病人死肺神山 这个溶酸的死结穿 要用影像秀来衡量它 就是看它的PWI和DWI 是非有不匹配的这样一些区域 如果忍在这个不匹配的一些区域 就是说明这个病人 有缺血半肝胆的忍在 有缺血半肝胆的忍在的话 那么我们就有这个溶酸的止症 溶酸的止症 但是实际过程的话 那么可能出血的风险要增加 要增加 DSA的检查 能够明确血伤 行人属杀的位置 或了解它的测试循环的 接力的一些情况 测试循环的 并不是所有的病人 在老根室的机型期 里面要做DSA的检查 那么DSA局非是 这个病人 有冬门溶酸的止症 冬门溶酸的止症 那么通过精门溶酸 不能达到我们 这个溶酸的目的 那么再考虑做DSA的检查 如果发生 有这个血管挟折 我们还可以在同时进行 介于治疗 自家治愈手续 自家治愈手续 多佛类的检查 了解脑血流的情况 了解动脑中央硬化的程度 了解双子里通过的一些频率 做双子的接测 脑接的检查 脑接并不是作为一个常规 这个说来 这个进展非常快的 在我印象中 我当精致医生的时候 是八十年代中期 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 这个CT还没有伏击 我们相约约是全国 最早引进CT的一个单位之一 是八二年引进的 当时要区别一个 缺血性注重 还是一个缺血性注重 都有待于脑基业的检查 那么如果是脑基业 是一个血性的脑基业 气病又比较急 有剧烈的抖痛 血压又比较高 那么可能是个出血 这个脑基业是一个清量的 那么可能是一个缺血 所以这个检查起来 都不是一个齿阶的一个证据 不是齿阶的一个证据 那么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一个脑液的出血 没有迫于脑式系统 那么你这个病人 头痛也不是很剧烈 血压增高也不是很明显 意识上它也是清醒的 你到底是一个趋血 还是一个缺血 很难得来界别 对不对 很难得来界别 那你做腰椎的时候 脑基业也完全是清量的 完全是清量的 压力也不高 压力也不高 所以这个 在一些小的 写在末期用于基人单位里面 象征卫生约写的 基本上都扑起了CT的 是吧 那么可能对于一些 边越山区的一些象征卫生约 那么不能够界别的时候 还可能没用这个脑基业的检查 脑基业的检查 那么其他的一些检查 包括了PITO SPCT和超生的检查 前面我们在TIA已经介绍了 这个超生检查是对 东北中央性 恩华性的脑梗石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对于超生的颈动质的检查 是缺血性脑柱中的一个 常规的一个解释 解释 解释手段 这是一个极星期的一个脑梗石的一个CT的一个表现 我们看到 在右侧的斑朗月中心区域 有一个低密度账 那么这个病人应该是 左侧的肢体的瘫痪 左侧的肢体的瘫痪 但是这样一个梗石区域 我们看到有少量的生血 这里离达的密度不均匀 这是一个整页的梗石 整页的梗石 这应该是一个 右侧的大脑后东美的一个避瘫 所引起的一个 东美中央硬化性的一个脑梗石 这是大脑中东美的一个高密度影 为什么会驱歇 这个大脑中东美的高密度影 它是一个大脑中东美避瘫的一个解解证据 如果是 大脑中东美完全避瘫以后 由于血伤的这个位置行人 还驱歇在CT上面 是一个高密度影 那么正好 根据截破修的 大脑中东美的走形 应该是在这样一个水平的位置 那么这是一个豆软核的一个梗石 我们看到 这个有一个模糊 模糊效益 模糊效益 这个边约比较模糊 边约比较模糊 这是一个优势般球的一个梗石 有时候我们看到CT 有一些阶级的证据 在早期虽然没有明确的一个低密度的改变 但是在CT上面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钩围完全消失 这个CT上面看 正常情况下 这里有一个外车列 对不对 外车列 那么这些钩围都明显的别想 车老师受压 中线结构 向右车一位 这是一个大脑中东美的一个 必须的一个阶级的一个证据 可能是一个大面积的梗石 可能是一个大面积的梗石 那么对于大面积梗石 是一个融算的一个经济证 为什么 它容易发生出血 那么这是一个 这个脑梗石的时空阵的一个神像 那么它这个出现一个优势般球的 优势般球的一个梗石 高信号 在T2项 在T1项是一个低信号 少低一点的信号 那么在T2项上面 是一个高信号 那么在这个DW2项上面 更加是一个高信号 所以对于梅山DW2 对于极星期的梗石 诊断率明确率更高 分水领区梗石 什么叫做分水领区梗石 因为我们在这个讲课里面 没有提到 这里简单的介绍 就是大学观的交接的这样一个区域 叫做分水领区 所以我们在解副修上面 分为三种类型 三种类型 一个叫做前分水领区 后分水领区 润分水领区 那么前分水领区 主要是指大脑前东门 与大脑中东门 这样一个交接的区域 叫做前分水领区 后分水领区 大脑后东门与大脑中东门的一个交接区域 那么内分水领区 就叫做皮人之血管 和水之血管的这样一个分布区域 这个交接的一个区域 那么分水领区的梗石 大部分的病因 是由于血流动力区的障碍 血流动力区 当然在血管辖着的基础上 血压的降低 血用量的降低 这样一些基础上面 容易发生分水领区梗石 所以对于分水领区梗石的病人 我们要常规地去警察 是否有血管 大血管的瑕疵 是否有血用量的改变 这样一些依据 那么这是一个发病的五个小时以内 在CT上面 看不到明显的一个直接的证据 这是有一些阶级的一些证据 那么这是一个脑血流的一个接测功能 这个是一个40岁的一个病人 右侧肢体的无力三个小时 那么我们做了指控针 在做DWI的时候就看得更清楚了 那么这是这个T1箱 这个是T2箱 T2箱上面看到一个稍微高信号照 那么这里就看到一个很明显的 很明显的皮刃的一个梗色 皮刃的一个 诊断 诊断一个动脉主要硬化性的 血栓性的脑梗石 主要根据病人的症状体征 一起复苏检查 那么临床上符合这么一些依据的话 我们基本上可以确诊为一个 动脉主要硬化性的血栓性的脑梗石 一个是在安静中发病 然通常是在醒来以后发现症状 症状在病后几个小时或几天内 到了高峰 一般病人是一时清醒的 可以有偏袒 施予感觉障碍攻击运动 障碍等定位症状和体征 都发生在中老年人的生酸 就是五十岁到七十岁这样一个人群 并且可能有TIA的发作史 常常有脑洞的中央硬化 帮有高血压 糖尿病 高止血症 一些心脏病 这样一些 这个动脑中央硬化性脑梗塞的 维折因素的这些疾病 脑石体上描 由于症状相应部位的低密度因 但是一般没有 MRI写是有梗塞区域的身上 体液 体液信号的改变 腰瘸脑结石轻量力 压力不高 常规后生化是正常的 那么根据这样一些症状和体征 就可以确证一个 一个动脑中央硬化性的脑梗塞 那么这个是一个戒别 各种类型的脑柱中的一个戒别诊断一个表 那么我们书上面有 到后面讲完以后我们再统一来讲 以后来戒别 以后来戒别 包括了 脑血酸营生 就是刚才讲到的 动脑中央硬化性的脑梗塞 脑双射 脑出血 中央膜下降出血 动脑中央硬化性的脑梗塞 是我们治疗的 动脑中央硬化性的脑梗塞的治疗 是我们这节课讲授的一个重点内容 重点内容 那么在动脑中央硬化性的脑梗塞 血酸性脑梗塞里面包含了 以下几个方面 一般治疗 那么一般治疗就包括了 保持腹肌道的通餐 疗空血压 控制它的血糖 将颅压的治疗 防止它的并发症 对症和知识处理 包括了这些方面 在一般治疗里面 前面讲到的一个血压的管理 那么这些血压的管理里面 要突出强调的 如果是准备胸酸的病人 应尽可能的 使瘦水压要小于180毫米公斤 血栽压要小于100毫米公斤 那么在24小时以内 这个病人将血压处理 要谨慎处理 先处理焦虑 等通 颅膏压 那么通过这样一些处理 如果血压没有降下来 那么才考虑 使用僵血压的药物 为什么 尤其是对于 大面积脑梗塞的病人 病人在发病以后 由于颅压的相对来讲 稍微高一点 颅压的增高 反热性的引起的血压升高 那么在这时候 把这个血压降低 可能为加重这个缺血性的梗塞 加重缺血性的梗塞 当然小的这些梗塞 指着强血性的梗塞 这些极其的降血压 资料并不为打致 这个加重这个缺血性梗塞 但是有一点 对于有血管辖制 有信用量降低 血流动力就改变 所引起的 动物中央硬化性的 脑梗塞的这些 这些病人 如果国度的讲 降血压的处理 可能为加重缺血性的梗塞 加重缺血性梗塞 所以我们教育书上面提到 鱼隔时血压时序的升高 收入要大于200毫米公区 虚塞要大于110毫米公区 而且可能有举动的加成 高血压脑兵的 应该谨慎将血压处理 而且要粘密地观察血压的变化 除非血压超过了这样一个数字 可以考虑 这个快速地将血压处理 就是精美斑鱼 酵酸钢油和 酵普纳这样一类的药物 来快速 降血压处理 那么如果是以高血压病史 正在服用降血压的病毒稳定 可以在 24小时以后 恢复使用降血压的药物 脑注中医后的 低血压的弯折 应该继续地勤证它的原因 到底是血压量不够 还是由于血管的挟折 还是由于失血性修科等等 必要的时候 可以采用科荣和生压的处理 那么这是这个一般的 在缺血性注中 但是强调的一点就是 在缺血注中 大面积脑梗死的病人 血管挟折的病人 分水领虚梗死的这样一类病人 不要太极其地去将血压地处理 血糖 那么一般 如果是血糖超过了11.1个毫米 应该给予一大数治疗 如果是血糖低于2.8个毫米 应该补充葡萄糖 低血糖 也可以导致病人昏迷 意识障碍 脑水种的处理 那么一般来讲 轻微的脑梗死不注意 因为脑水种还导致卢亚的增高 局分是大面积的脑梗死 我们前面讲了 大面积脑梗死都帮是指新月性的脑梗死 新月性的脑梗死 那么如果是有脑梗药的增高 病人可能会驱血 抖痛 呕吐 这个液滴水种 等于血压比较 增高到比较快 增高到比较高 那么通过这些 这样一些处理以后 可能会使这个血压能够降低 通过这个降脑梗的处理之后 血压能够降低 一般的情况下 轻微的 小的 这些梗死 小的梗死 不要常规地使用脱水的药物 不要常规 因为脱水可能会导致血压次度的增高 血压次度增高 还加入它的缺血性梗死 因为架构素上面没有一个骨头化的治疗 骨头化的治疗 那么我们讲的是一般的原则 但是要提到这个脱水治疗 脱水治疗的问题 那么脱水的药物主要使用甘露荀 它能够快速地降低弩压 开速地降低 那么现在有很多的降弩压的药物 包括了 离高血液里面的胶体渗透压 白搭白的使用 包括甘油果汤的使用 它们各有优缺的 甘露荀能够快速加点污蔓 但是它可以引起生功能的改变 那么甘油果汤 它能够平稳地降弩压 但是对于糖尿病的病人 要仅仅使用 那么可能为优发血糖的增高 因为要用异道素来进行对抗 那么白搭白能够明确地 离高血液里面的胶体渗透压 来吃到一个脱水降弩压的作用 但是它能够离高心脏的切副荷 尤其是对于活病有心衰的 年龄比较大的 心功能不好的 这些病人 要仅仅使用 要仅仅使用 而且它的价格比较贵 是一个血浆制品 价格比较贵 来源有些 那么对于新生功能不缺的这些旺者 可能建议用逆尿机 逆尿机 双星科尿塞 或者是熟尿 熟尿 负生米 20毫克到40毫克 几满推剧 6到4个小时 一次 那么这样一个熟尿 利尿机 它对生功能影响比较小 而且能够 解清心脏的切副荷 对于心衰的病人也有好趣 对于心衰的病人也有好趣 那么这里也提到了 这个甘育果糖的问题 β7叶 白蛋白 β7叶是一个中程 它虽然有一个脱水的 对于细巴内水种 可能有一点的好趣 但是它有阴影器 血管炎症的改变 交互书上面体面的 这个β7叶 发烧 那么我们要愚活来界别这个发烧 到底是一个中曲型的发烧 还是一个感染 由于梗死以后 一个冰发针 激发的肺部感染 肺部感染 那么这个 发烧 中曲型的发烧 主要是由于体温了解中曲受审 体温了解中曲受审 色米神经元和能米神经元的 这个平衡功能被打破了 被打破了 那么它的一个发烧的一个特点就是 驱干烧 这个四肢发烧 四肢冰凉驱干发烧 这样一个特点 它的发烧是一个时序性的 那么感染性发烧 时能时日 时能时日 那么对于感染性的 我们要明确发病的原因 做坦白药 针对心理 来给予抗生素治疗 还对于中曲型的发烧 需要采用 无力降温 无力降温 主要是以物力降温为局 神经驱歧 可以采用神功冬灭方法 神功冬灭方法 那么感染 那么感染的问题 也是这个缺缺性注重 尤其是半有意识障碍的 后循环的 跟死和大面积脑跟死的 三阶的一些兵法症 长阶的兵法症 那么由于吞液功能 后循环更死以后 吞液功能障碍 有于导致误息的问题 那么 所以有时候我们对 这个后循环更死的 脑钢更死的病人 要介意早期 来急性期 要擦鼻视管 不让病人发生误息 不让病人发生误息 我记得 就是前不久 我们42病史 有一个病人 这个 六十多岁 由于劳根死以后 吞液功能障碍 给鼻视传人 把一个浩子爸爸给他吃了 就敲到器官里面去了 这个病人就 一时一时障碍 这个腹肌功能衰竭 最后这个病人死掉了 很可惜 对不对 所以我们对于这样有 吞液功能的障碍 101早期 给予鼻视管 鼻视流支 鼻视流支 我不是讲那个病人 因为他这个食物比较特殊 那浩子爸爸 夹也夹不去啊 这个 有这样一些问题 在这里面 但是 一般来讲 不推介使用 欲望性的使用抗生素 如果是病人 血向也是正常的 白细胞是正常的 没有感染的证据 不推介使用 如果是有肺部感染 尿路感染的 要给予这个 抗生素治疗 尽量避免 尽量避免流支 盗尿管 因为盗尿管的话 我也非常反对 擦盗尿管 擦盗尿管是导致感染的 一个一个 这个 优发因素 优发因素 你想男性病人 尽量的鼓励 甲心盗尿 这个女性病人 用病门来接尿 尽可能的 不擦大尿管 一般治疗 里面的 有少部分 皮刃梗死的病人 可能有跌血发作 那么预防跌血发作 不推介使用 不推介使用 抗跌血油 来预防跌血发作 孤立的发作一次 或者即兴起的 接线发作 控制以后 不推介长期使用 抗跌血药物 如果是脑猪中以后 两到三个月 再发注重的 建议按跌血三个月 来进行尸料 上期使用的 抗跌血药物 脑注重以后的 跌血使用来建议 按跌血使用来进行处理 这是一个脑梗死以后的 跌血的一个处理 一个基本的原则 特殊治疗 那么我们因为实际的感觉 就是下一段课就再接下来 将这个特殊治疗 可能用半个小时 左右的时间 把这些特殊的治疗 来介绍完 休息十分钟 好吧 休息五分钟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